揭秘历史人物 讲述传奇人生 这里是鱼豆匠的全新栏目 传奇人物传的第一期 国学大师陈颖克先生穷尽十年时间 在双眼已盲的情况下 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式别传 并称其为女侠名书文宗国事 为何一个封臣女子会得到一代宗师的另眼相看 为何后人对柳如式的评价如此之高 柳如式的身上究竟有何种魅力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秘 一代铭记柳如式的传奇人生 柳如式原名阳爱 后改名刘尹浙江嘉行人 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 因读新契级贺心郎中 我见青山多妩媚 了青山见我应如是 故字号如是 又称何东君 柳如式生于明朝万历四十六年 因家境贫苦 几经转卖 为奴为婢 八岁那年被归家院的江南名记徐福收养 徐福传授他歌舞音律 而自由聪慧的柳如式学得很快 徐福见他很有天赋 便悉心培养 有望他撑起门户 但他并不迷醉于此 柳如式一天天长大 十三岁的他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为客人唱曲抚琴 在当地较有名气 一天 一位状元出身 曾经在朝堂上叱咤风云的内阁首府 周道登来逛归家院 一眼就相中了财貌双全的柳如式 十四岁的柳如式嫁给了周道登为侍妾 周道登对他宠爱有加 常抱他于膝上 叫他读书识字 吟诗作画 然而读宠专爱伴随的向来都是冷眼妒忌 周道登的其他妻妾 早就恨透了柳如式 待周道登死后 他被扫地出门 再次沦落封尘 改名影帘 柳如式流落松江 但因其才情与美貌出众 引得无数文人雅士为之倾倒 他羡慕男子们的潇洒 渴望他们自由的生活 因此他经常女扮男装 与妇社、己社、东陵党人 总谈天下行事 合施唱歌 但此时的柳如式 也只不过是一个花季少女 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 他与李戴问、宋征瑜、陈子龙等人 都发展过一段恋情 但因礼教所不容 都只能惨淡收尾 而在这些男人当中 他最爱的便是陈子龙 陈子龙比柳如式大十岁 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才子 有理想、有抱负 长得也是仪表堂堂 柳如式在结识陈子龙之后 对其很是欣赏 甚至还为其写过一篇南落神父 柳如式与陈子龙情投意合 只恨相见太晚 两人常居松江南楼 吟诗作对 琴瑟和鸣 可惜好景不长 陈子龙的原配张士德之后 带人到南楼大闹一场 柳如式不甘受辱 最终选择放手 与陈子龙相望于江湖 在此之后 陈子龙仍对柳如式念念不忘 后来清君南下 陈子龙弃笔从容 不幸战败而亡 尽管柳如式的追求者 如过江之清 但他的择偶条件高 宁缺勿烂 在二十岁的那一年 他终于等到了 那个疼他 懂他 不嫌弃他的人 这个人便是元朝廷礼部侍郎 比他大三十多岁的 钱千亿 崇祯十一年 钱千亿薛吉归乡 在途经杭州时 结识了柳如式 对其西湖八爵剧中的 桃花得气美人中 一句十分欣赏 两人一见如故 两年后 柳如式女扮男装 化名柳如式 成一夜片周 登门拜访钱千亿 钱千亿盛景款待柳如式 二人一起泛舟游湖 煮酒论诗 相谈甚欢 钱千亿甚至为柳如式 特铸一座小楼 并将其命名为我文氏 以呼应柳如式之名 虽然此时的钱千亿 将近六十 但柳如式仰慕 他的文才与才情 愿意嫁给他 而钱千亿也很爱柳如式 不忍他受委屈 不仅给他正妻的名分 还正大光明地 在白天将他迎娶进门 全然不顾礼法与世俗 钱千亿的声望 在当地颇高 因此他的这一做法 被许多士大夫所不齿 据说婚礼当天 很多人在岸边 往他们的婚船扔石头 钱千亿不在乎 柳如式更不在乎 人生难得一知己 他们在义的是彼此 崇祯十四年 柳如式如愿嫁给了 东陵领袖 闻名颇著的大官僚 钱千亿 婚后 钱千亿为柳如式 盖了精美的藏书阁 降云楼 和华丽的红豆馆 两人时常一同出游 论师做父 十分恩爱 柳如式之后 诞下一女 当清军占领京城后 柳如式支持钱千亿抗清 做南明的礼部尚书 但不久清军南下 当兵临城下之时 心性高洁的柳如式 劝钱千亿以死全结 表忠贞之心 两人约好投胡逊国 钱千亿在湖水边试了下水 便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理由 而拒绝自尽 柳如式仍要奋身沉湖 结果却被钱千亿所拦 钱千亿投降 剃了发 梳起了辫子 此时的柳如式 已是心灰意冷 她原以为 自己的丈夫 是铁骨铮铮的民族志士 却不想竟是自己 最瞧不起的 懦夫叛徒 因此 钱千亿到京城上任 清朝的礼部侍郎一职 她没有一同前往 钱千亿在京城的仕途 并不顺利 再加之柳如式的劝说 半年后她便称病 辞官回乡 清朝为防前朝大臣造反 对其家以监视 这其中便包括钱千亿 顺之四年 钱千亿突然被捕 押往京城 柳如式抱病随行 为救钱千亿四处奔走 并向朝廷上书 愿代替钱千亿受死 她想 若是逃不过这一劫 便与丈夫一同赴死 还好此事只是虚惊一场 一年后 钱千亿被释放 钱千亿见柳如式对自己不离不弃 拼死相救 大为感动 夫妻二人和好如初 再无嫌隙 在之后的时间里 柳如式鼓励钱千亿 与反清复明势力取得联络 她与钱千亿二人全力资助 慰劳抗清一军 助政成功北伐 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 康熙三年 83岁的钱千亿去世 钱千亿去世后 钱世家族子弟便上门逼迫柳如式交出所有家产 他们将柳如式堵在家中 终日不走 柳如式不堪受辱 自已身亡 年仅46岁 令人惋惜 她在遗嘱中对女儿写道 我在钱家25年 从不曾受人气 如今竟然当面凌辱 我会告诉你在阴间的父亲 让他替我报仇 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人 他死后葬在余山 未能进入钱家祖坟 与钱千亿合葬 柳如式又年几经转脉 流落封尘 却至向高杰 怀有浓烈的爱国情怀 与政治抱负 他曾豪情万丈地说 中原鼎沸 正须大英雄出而堪乱欲武 应如谢东山运筹确敌 不可如陶境节亮节高峰 如我身为男子 必当救亡图存 以身报国 他个性刚毅 大义凛然 论才气与文学 被评为情怀八雁之首 论胆识与魄力 也绝不输给当事男儿 他的诗词灵气十足 境界高远 他的话娴熟简约 清新脱俗 他的书法更是坚禁沉稳 被称其为 铁万怀银沟 曾将妙宗收 而作为一个女人 她是幸福的 尽管出身卑微 她遇到了自己的良人 虽然这段婚姻被很多人诟病 但钱千亿待她极好 没让她受过委屈 钱千亿不仅爱她 更敬她 懂她 尊重她 她唤其为何东军 把她当作知己 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无关身份和年龄 爱情向来是以真心换真情的 钱千亿感冒天下之大不为取她 在那个年代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真心 更可贵了 美人在古 傲如梅 这便是一代奇女子 情怀八雁柳如氏的一生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各位多多关注鱼豆酱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